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原来是奥特曼的泡澡球齐齐弹 这次会拿到哪一位奥特曼的迷你人偶呢 这次的齐齐弹里面一共有四个种类 咱们来看一下这里面的泡澡球是什么颜色的 出现了 是一个绿色的泡澡球 这个泡澡球闻起来好香啊 是什么味道呢 迪迦奥特曼来闻一下 这好像是绿葡萄的香味 迪迦奥特曼忍不住又把里面的玩具泡出来了 三位奥特曼准备了一个大浴缸 又把泡澡球放进去咯 哇 瞬间大浴缸染成了绿色 冒出了隆隆的香味 迪迦奥特曼也想一起来泡澡呢 哦 不小心掉了进去 这样子提一下泡澡球 它应该会更快的融化 果然 泡澡球一下子就融化了 叫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是一个银色的奥特曼 你们知道是哪一位奥特曼吗 这个迷你奥特曼的眼睛和贝利亚有点像呢 它会是贝利亚奥特曼吗 你们可以在视频下方给我留言 接下来是赛罗奥特曼 它给我们带来了一个蓝色的奇趣弹 这里面会有什么惊喜玩具呢 出现了 是一个红色的奥特曼 它身上的盔甲和赛罗奥特曼的好像啊 这是赛罗奥特曼身上的花纹 它的肩膀上也有盔甲呢 让我们一起来变形一下 奥特曼的头藏在了肚子里 出现了 原来是赛罗奥特曼 怪不得和赛罗奥特曼长得那么像 赛罗奥特曼对赛罗说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你知道 头上的这个头标可是很厉害的吗 它可以拿来作为武器呢 赛罗奥特曼很惊讶 头标居然可以拿来作为武器 看 就像我这样子 把头标拆卸下来 然后可以作为武器用来打怪兽呢 哇 太神奇了 谢谢你 爸爸 这样子 赛罗又有了新的绝招了 接下来是这位奥特曼给我们带来齐齐弹 它是杰德奥特曼的尊皇形态 它身上有一件非常帅气的披风呢 尊皇形态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黄色的齐齐弹 这里面会有什么好玩的呢 出现了 是面包超人的软糖食丸 哇 这是苹果口味的软糖 看起来应该很好吃 让我们打开来看一下 这个软糖还做成了各种各样的图案 看起来好好玩啦 让我们的尊皇形态来尝一下这个面包超人形状的 嗯 这个软糖好有嚼劲啊 融融的苹果香味 把剩下的软糖也分给其他的奥特曼吧 第一家奥特曼吃到了甜瓜妹妹的软糖 太好吃了 谢谢你 接到奥特曼 哈哈哈哈 不客气 塞罗奥特曼吃到的是细菌小只的软糖 谢谢你 接得 抱炎形态吃到了兰吉尼妹妹的软糖 太好吃了 谢谢你 接得 还有两个 下次打怪兽饿了的时候可以用来补充能量 哈哈哈哈 最后是抱炎形态 抱炎形态给我们带来了一个红色的齐齐弹 这里面会有什么惊喜玩具呢 出现了 这是一个发光奥特曼的组装玩具 这是奥特曼的身体 让我们把它组装起来 组装好之后 就知道是哪一位奥特曼了 这一位奥特曼的左手手上有一个手镯 那你们知道这个手镯有什么用吗 快又装好了 接下来把脚装上 最后再把奥特曼的头装上就可以了 装好了 原来是泰鲁奥特曼 泰鲁奥特曼的作战姿势好酷啊 它背后的盖子还可以拆下来 然后把发光器放到里面去 这样子奥特曼的眼睛 还有彩色计时器都可以发光了 让我们把灯关掉来看一下效果 头上的水晶石 还有眼睛和彩色计时器 都发出了不同颜色的光 太神奇了 居然是泰鲁奥特曼前辈 原来是抱怨心态啊 你把我召唤出来有什么事呢 是要打怪兽吗 哦不 我是在拆齐居蛋了 那你们知道 抱怨心态和泰鲁奥特曼有什么关系吗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个齐居蛋 你们觉得怎么样呢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